欢迎再度回到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投顾林红相 下半段的时间大概剩下五分钟 我们想跟大家去复习 近期你的选古逻辑跟思考模式是如何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有看盘的话 你应该可以知道LED的驱动IC 从我们3月6号游空翻桌之后 我们一直告诉大家这个题材 今天你看到3638的IMLO亮灯暂停 今天你看到5280的F蹲带亮灯暂停 从3月6号到现在我们告诉你 三档LED驱动IC 另外一档是3527的聚机 我想表达是说 我一直告诉大家一个概念 如果LED这块长起来 你对于上游的蓝宝石基板 你切不进去 你觉得涨多了切不进去 或者经历这一块你切不进去 像2448的金电你切不进去 那今天3061的燦源 算是LED最强的个股 差一点涨点半 我想表达是说 买一个族群 你不见得要买龙头了 也许你可以买关键零组件 你听话意思 就是说你用龙头个股去判断这个趋势是否形成 听话意思 就是金电的涨起来或蓝宝石基板的这块涨起来 那你可以去想说 3月20的跟3月30一个是台北的LED照明展跟德国法兰克福的照明展是否会带动LED的大涨 龙头股是告诉我们这个族群是否涨真的 那如果你想获利比较多 你就是切入他的关键零组件 谈我意思 好 那今天面板或者触控面板 今天表现蛮亮眼的 不管是友达 或者是群创 或者是TPK 或者是像前阵子2384的圣华 2384的圣华 或者是810 81 圣华 就是说这些个股 带动起来 好 那如果 你要去了解 那如果面板 触控面板这块带动起来了 那各位现在都没有 触控IC有没有机会 5280的敦态 它除了是LED的驱动IC 它主要是做触控IC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敦态带动起来了 那相关的比较效应呢 那易龙店啊 和瑞亚 你听话意思吗 那你就去留意啊 诶老师 敦态5280 我看他从250几 每天验证 看你验证这样子到今天310了 要不要追 该不该买 能不能买 就看你个人啊 那如果你觉得敦态 超速股票一定是强者很强啊 一定是买强势股 那如果你觉得 老师 254 没有买 今天300 它这叫我小心 如果你怕的话 那你就去留意 像2458的易龙店啊 或356的何瑞亚 他有没有机会突破平台整理啊 听话意思吗 这就是 你要从蹲胎的方式去联想啊 好 那除了从 刚才我们是讲 触控爱心 那你要去想啊 那面板还有什么关键零图件 有啊 偏观板导观板啊 那你就去留意 最近有什么偏观板导观板 有没有转强的啊 如果偏观板导观板 目前有转强的 那你去想 刚才一开始我给你破题的 如果今天的面板族群 整个都在 放量 开始底部形成 开始大涨 诶 那偏观板导观板 这些零组件 是不是有机会 那你就要去留意啊 如果它底部形成了 那相对而言啊 这些的关键零组件 它上涨的幅度 会比面板的 友达跟全窗来得高啊 会比 像触控面板 3673TV爹带 涨幅来得高啊 听话一说 你要的就是这一块啊 好不好 所以今天希望节目带出两个新体材 一个 由敦泰带动的触控安心 以及面板带动的什么 相关的零组件 这是属于短线的 昌线的 还是那句话 夏天到了 所以夏天饮料 干领骨 可以开始 风低 做布局 如果去年你验证 樱花 从8月30 涨到 上个礼拜五 那夏天饮料的干领骨 你应该要 大波段的操作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 2570 5657 今天 讲了一系列 无非只是带动 带出两个族群 一个是由 528年的敦泰 带动出来的触控安心 跟面板带动的相关零组件 好不好 希望你好好做把握 就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各位亲爱的投票朋友 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 林鸿巷 欢迎收听 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之马力 日久 见人心 今天是3月17号 礼拜一 台湖间上涨12点 收到8700连整 量能萎缩855亿元 好 各位亲爱的投票 在上个礼拜五 台股跌60点 上个礼拜五台股跌60点的时候 市场是比较担心 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冲突 会不会扩大 以及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它的公投结果是如何 市场不知道吗 好 今天早上 如果在盘中你有看新闻 应该是说 今天早上的开盘之前 市场的气氛 应该就是在观望 克里米亚的公投结果 好 各位亲爱的投票 从今天的亚洲股市来看 今天亚洲股市市场应该是都持平的 你也可以说呈现一个亮说观望的态度 这个都可以接受 好 各位亲爱的投票 张起来的 应该市场的气氛是比较偏安心的 但是关盘的重点应该是在上个礼拜五 你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五台股跌60点的时候 市场是怎样告诉你的吗 好 我们举很多例子告诉你 我们看多嘛 好 我们近期的焦点就是在LED的触控 安心嘛 因为3月20号有台湾的照明展嘛 然后3月30号有德国的法兰克福的照明展嘛 我们一直在一起航地哦 我们从3月6号 我们从3月6号油空翻多之后 我们说如果关于LED这块理财 如果上游的蓝宝石基板 或金利这一块你切不进去的话 你要切什么 切LED的触控 安心嘛 我们推荐三档个股嘛 第一档个股是3527的聚基嘛 聚基那时候从80几块钱突破之后 目前大概是在90块这附近 90块附近这边上下做整理 以及5280的敦泰嘛 敦泰今天已经来到310块了 从当初推荐你大概是在250几 250几到今天已经310块 今天敦泰亮灯涨停了 以及另外一档什么 3638的IML 3638IML今天带亮突破平台整理 今天IML也亮灯做涨停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推荐的三档触控安心 今天有两档亮灯涨停满 好这个没什么 我只要告诉你 操作股票 你要知道你要的是哪一块 你要是体材还是趋势 好就像上礼拜我们告诉你 如果目前啊 你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台积电突破创新高 好上个礼拜是吗 鸿海突破创新高 台达电突破创新高 我们告诉大家 我们说如果目前的这一波电子股 电子股它从2月5号新春开安盘开立之后 上柜的电子股延续的延路的嘎鸿起来 那已经涨到台积电 鸿海 甚至台达电或者广达这些个股 那资金它会去寻找某些的 应该是说悄悄然变换吗 我们建议大家你可以把资金拨2到3成到非传产 对不对 好 各位亲爱的投票 今天八大类股什么涨幅最多呢 今天八大类股涨幅第一名是电气 好 当然如果你把其他的例如像生计也加进来的话 今天的生计类股是所有的类股里面涨幅第一名的 好 涨幅第一名的 好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在上礼拜告诉大家的 上礼拜三是春雷炸祥 上礼拜三如果你下班时间大概是6点14分 开始春雷大响 我们告诉大家 天气开始有点变暖和了 所以你应该留意什么 夏天饮料概念股 好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 天气开始慢慢灭热了 这几天周末时间 礼拜六礼拜天 尤其今天你应该可以慢慢感受到 天气开始变暖了 好 所以已经开始你要去了解 你要的是短线的体材 还是要波段的趋势个股的操作的差别 好不好 好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解大盘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所有的亚洲股市 应该呈现一个量缩观望的态度 当然是跟克敏尼亚的一个公投结果有关系 那以美国为首的 或以美国为首的 不管是欧洲国家 或者是欧盟 或者是美国 当然是说 克敏尼亚的独立公投不算数 那关于算不算数 这个不是我们节目想去表达的 好 那今天市场是在做观望 好 各位亲爱的投票 总定不是在今天 是在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台股跌60点 我们告诉大家基本的概念 我们说头部一定是利多不长行程的 头部绝对不是利用利空打地下来的 好 所以像你说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 或者是克敏尼亚的一个独立公投 那是一个利空 利空也许他会拉回300点 也许拉回500点 但是利空绝对不是行程头部 头部一定是利多不长行程的 各位亲爱的投票 这一点你要记得 好 利空也许啦 我这样讲好了 你地缘政治的冲突啊 好 也许他会让资金 大逃窜嘛 也许你资金会跑到避险基金嘛 像黄金啊 或债件啊 你这些需求会增加起来嘛 但是这种所谓的利空消息 绝对不是造成全球股市 他头部的行程 也许他会拉回300点 也许会拉回500点 但是他绝对不是行程头部 这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 在上个礼拜五台股跌60点 我们说如果这边真的有危险的话 那里当资金会爬到什么 资金避风干嘛 就是电信三雄嘛 但是在上个礼拜五 电信三雄 中华电信远传 台湾大哥大师跌的啊 我们告诉大家 这个不符合过去我们的经验啊 在去年的10月30号 老听众朋友 如果印象深刻的话 去年的10月30号 台股来到8477点 那时候台股涨 那我们告诉大家 如果台股创新高 那为什么资金会跑到电信三雄呢 这个不符合筹码的规划 市场很多人会告诉你一句话 新手看价 老手看量 高手看筹码 好 我李红相有补充一句话嘛 主力 作手 看案关嘛 各位亲爱的投票 什么叫筹码 什么叫筹码 外资的买卖超 外资买什么 三大法人买什么 然后外资 目前的融资券变化 这个叫筹码的变化吗 这个是 但是它只是 很笼统的一部分而已 真正的筹码变化 是来自于盘中 你对于台湾50 中型100 你的资金的流向是在哪里 坊间告诉你的资券的变化 或者三大法人买卖超 或者是 这档个股的筹码 集中程度是如何 这是不是筹码 是 但是它并不是 应该是说 主要的了 筹码最难判断是在盘中 你的资金是往哪边跑 所以老听众朋友 应该在去年的10月30号 那时候我们告诉你 这个论点 我们说台股如果创新高 那资金跑到电信三雄 这不符合逻辑 结果呢 结果去年的10月30号 台股从8470几点 杀到8100点 一样的道理 在上个礼拜五 台股跌60点啊 那为什么电信三雄没涨 表示资金并没有松动嘛 表示资金还不需要避嫌嘛 表示目前台股的资金 还是很沉稳啊 你听我意思吗 如果这边是过热的现象 那资金它一定 一定会适度获利了结 落代为安啊 那你今天外资投信 它有基本持股的限制啊 它不可能像散户说 假设我今天假设我今天散户啦 我200万操作 500万操作 1000万2000万操作 我判不好台股 我就全砍就好了啊 股票一天就可以卖完了 外资投信不是啊 外资投信股 第一个 它有基本持股的限制 第二个 它也不可能一天股票砍掉嘛 所以它一定会把什么 资金摆到避风港啊 但是上个礼拜 没有啊 上礼拜电信三雄是跌的哦 并没有涨哦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这个盘 我们依然偏多操作 对不对 我们看了这族群是什么 还记得吗 触控IC三档个股 今天有两档 亮灯 涨停板 好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希望今天啊 今天天气蛮热的 如果各位亲爱的投票 你的操作是比较偏向大波段的 再次强调 如果 短线比较不适合你 短线我们讲过 你操作股票 你要知道你要的是 体材 还是你要的是一个趋势 体材就像 3月20号 有台湾的照明展 这就是体材 3月30有德国法兰克福照明展 这叫体材 所以LED我个人认为看法 大概就是在这一波 可能就3月20或3月30 它就短线见高点 所以你就要逢高做 获利了结 落代为安 就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要做趋势呢 我们曾经在节目告诉大家一个概念 好 我们举例去年的8月30 去年8月30那时候刚好下雨 我印象很深刻了 去年8月30那时候下雨 然后基隆的八斗子 那山上不是有一颗大石头滚下来吗 好 不是差点砸动车子吗 好 那我们告诉大家 说如果天气变冷的话 那你可以去买樱花 9911的樱花 9911的樱花从去年的8月30号沿路涨 涨到上个礼拜五 24.25 今天樱花跌 各位亲爱的投票 今天樱花跌 我们在上礼拜我告诉大家什么 我说春雷乍响了 天气要怎样 开始变热了 开始天气要变热了 你去买樱花 逻辑应该不对 那是冬天的需求品 你应该现在去布局什么 夏天饮料概念股 对不对 了解意思吗 这就是我们刚才上一开始破题所讲的 如果上个礼拜是 大象在跳舞 台积电 鸿海 台达电 广达这些个股 这些大型的个股 创了波段的新高 那至今它会适度的摆在 非电子个股 也许也许是金融 也许是生计股 也许是食品股 也许是 航运类股 因为普通地域指数目前 有点止跌了嘛 开始强劲做反弹嘛 那这是一个操作逻辑啊 你要去切割啊 你要去知道 你想要的是哪一块啊 好不好 所以投票操作 你要去适度的定义 你要哪一块 你就可以去赚取 你想要的投资 报酬率 好 这投票 我们开始要跟你引导某些概念了哦 请你仔细的听下来哦 今天来讲的话 如果就台湾50 或者是中型100来讲的话 今天台湾50 中型100涨幅比较多的 像台湾50涨幅第一名是友达 这也是群创 面板股嘛 好 然后如果中型100涨幅第一名的是TPK嘛 好 3673TPK 第二名是3189的紧硕 好 所以各位现在投票 今天友达群创涨幅不错 TPK涨幅也不错 一个是面板 一个是触控面板嘛 好 仔细的听下来哦 我们曾经告诉大家 我说LED这一块哦 如果对于上游的上游的什么 上游的呃 蓝宝石机板 如果你买不进去 切不进去的话 那你就往关键零组件嘛 我们是推荐的是LED LED什么 驱动爱心嘛 好 三档个股 3527的聚机 跟3638的IML 跟5280的敦态 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我说敦态这一档个股 它本身是 它是什么 它是触控爱心网 触控爱心的获利网嘛 然后它主要的本业是在触控爱心嘛 但是它目前有适度的布局在 LED驱动爱心 好 投票朋友仔细听哦 请仔细的听哦 近期如果你去看一些小型的面板股 你说邻居也好啦 8105的邻居也好啦 或者刚才我们一开始跟你讲的 友达跟群创今天表现得不错 或者之前的2384的圣华 圣华今天也涨哦 圣华今天拉尾盘嘛 就是说如果面板这一块慢慢的做起来 那你说买面板之外 你也可以留意它的关键零组件啊 不好意思哦 就LED也许你不一定要买精力 你可以买关键零组件嘛 好 那特票 我们用528年的敦态来带好了 528年的敦态今天亮灯涨停版 上个礼拜三 上个礼拜二第一根涨停 上个礼拜三第二根亮灯涨停 好 我们在3月6号告诉大家 可以开始去留意这场个股 3月6号的收盘价大概是255 好 赚多赚少 可以接受公平 我今天是要用逻辑跟你推 如果LED的照明 那上游的蓝宝石机板你买不下 然后 精力这一块你也切不进去 那你就买关键零组件 对不对 好 不管是刚才我们讲的LED驱动台系 还是过去我们讲的散热机板的 3624的光节 都OK 今天光节也来短线的高点 短线高点来到29.25 好 如果这个逻辑你可以接受 那你要去想 有达动起来了 有达动起来了 有达今天这一根亮蛮大的 他突破平台整理区间 3481的群创今天也不错 然后像比较小的邻居也不错 邻居算是这一波算是还蛮强的 那圣华 最低点那时候砍到最低点的时候 我们叫大家不要去砍 结果圣华 反弹是几%吗 好 我是要告诉大家 如果面板这一块 起来的 第一个你可以买什么 触控爱心嘛 因为5280的敦泰它已经表态了嘛 好 那触控爱心还有什么 你可以去留意啊 翼龙店啊 翼龙店它平台整理这么久了 翼龙店会不会带动啊 或3556的核瑞亚 你听我的意思吗 就说如果敦泰 528年的敦泰带动起来了 那翼龙店会不会有机会 或者3556的核瑞亚 会不会有机会 这个就是你要去留意的啊 好 除了触控爱心之外 那你要想到 什么 面板还有什么 面板它有其他的关键零组件啊 像它偏观板跟导观板啊 听我的意思吗 偏观板导观板这一块 你可以去留意啊 你可以去留意 三五开头的啊 做偏观板跟打光板的啊 你就会去留意说 如果面板起来了 面板真的起来了 那你说老师 我资金不为大 我一次要买100兆200兆 300兆500兆 1000兆2000兆 你资金不为大的话 那你买友达嘛 友达今天成交量 176076张嘛 你今天不为大 你要买友达群创 你要买100张 500张 1000张 你都可以啊 好啊 但是如果你资金有限 你应该 除了刚才有讲的 注控IC之外 那你也可以去留意什么 骗观板跟打光板啊 就是这样子啊 这跟LED的逻辑观念是一样的啊 也就是说这一波 如果你验证 我们的这一波 LED的 驱动IC的 就是我们推荐的三档个股嘛 3527的巨基 跟3638的IML 以及5280的敦泰 这波敦泰算是表现蛮亮眼 从250级涨到今天的310块 好 那投票 这个逻辑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 那 短线的强势股 你就可以去留意 由敦泰带动起来 因为敦泰 主要还是做 触控IC嘛 你听懂吗 好 面板带动了 面板今天有发动现象 好 敦泰 今天也表现了 所以其他的什么 触控IC 或者是 天空版 导板板 这一块 你就要去留意啊 观念就是这样子啊 你能不能去 环环相扣而已啊 当你能够去 环环相扣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 就能够掌握到 肋骨的轮动嘛 好不好 那就这样子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2705657 从我们上个礼拜 应该是正确 是从3月6号 我们有空万多 告诉大家 LED这一块 你要去留意 好 上个礼拜 是 我们告诉你 大象在跳舞了 所以你应该 适度的 把资金 挪到非电子的 传产股 或生技股 或者是 航运类股 食品股 都可以 那我的看法 就是 无非是希望 操作过程中 你要知道 你想要的是 短线 还是要破断 短线当然是 以目前的最强势的 个股去操作 就像今天 我告诉你的 面板带动 那面板的 触矿IC 或者偏观板 导观板 这块 你就要去留意 当然如果你 现在是要的是 一个趋势的话 那 夏天已经来了 所以相关的 夏天 饮料 干领股 它可能 就会 做受贿 就是这样子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休息一下 马上 回来